来关注影院复工方面 7月20号 全国电影院迎来复工第一天 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 截至上午10时30分 当日全国总票房为93.72万元 总出票量达到4.44万张 场次为6743场 平均票价为21.1元 猫野数据显示 截至7月20号零点 全国影院复工首日预售票房 累计达106.1万 已突破100万 预售票房前五的影片 依次是第一次的离别 寻梦环游记 误杀 战狼2 哪吒之魔童将士 从全国的排片来看 复工首日排片占比前10的影片中 有8部围虫映片 可见新片对市场的试水 依然非常谨慎 灯塔数据显示 今日放映场次数最多的 为浙江省达到550场 紧随其后的为上海市和山东省 分别放映403场 和244场 从上作率来看 上作率最高的 反而是重映片 寻梦环游记 达到8.9% 紧接着是上作率 为7.7%的误杀 新片第一次的离别 上作率在前两者之后 为6.6% 可以看到 复工首日 所有影片的上作率 都未超过规定的 30%的期限 以上新闻由南方都市报播报 更多内容请查阅 南方都市报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E y